宇航员执行太空任务准备返回地球 忽然舱内响起急促的警报声 原来是雷达捕捉到一股神秘讯号 近距离发现那是一艘残破的飞船 立刻将消息通知了宇航局 此时科学家发现飞船早已被严重腐蚀 希望宇航员不要犯险 结果杰森却不顾劝阻 穿戴好宇航服便出舱查看 近距离观察真的非常震撼 巨大的舰船根本不是地球科技所能建造的 在表面发现很多奇怪的符号 明显不属于地球上任何蚊子 朝着一旁的缺口看去 在那发现一个橄榄球状的蛋 坚硬的外壳根本无法打开 正当他为此感到好奇时 结果却发现一具漂浮的干尸 二人即刻将它们带回地球 经过人像还原技术 发现这竟然是人类的尸体 同时经过探数据分析 它竟然来自14000年以前 这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震惊 意味着人类早期已经探索太空了 如果一切是真的 必将轰动整个科学界 当他们离开后 那个无法开启的红球居然自动打开 从里面伸出机械触手 发出声波震碎实验室的玻璃 接着入侵人类的电脑 读取了眼前干尸的资料 证实了它来自月球的普罗米修斯基地 突然愤怒地将电脑破坏 或许两者之间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恩怨 接着便控制触角拆卸实验室的设备 在角落疯狂地改造自己 纹生赶来的女研究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直接就被外星人当场杀害 接着便逃离了实验室 很快所有人发现了状况 而此时的外星人已经把自己打造成机器 剑撞警卫准备发起攻击 结果年长的科学家冲出来将大家制止 他认为这正是一个与外星人交流的好机会 他们到访地球只是结交朋友 不料外星人没等他说完便发起了攻击 这下老科学家直接怒了 下一秒各种型号的子弹蜂拥而至 结果人类的攻击对他并未造成太多的伤害 反而外星人发射的电流让安保人员损失惨重 这时杰森想到办法 在队友的掩护下爬进了通风口 接着拆下护栏 趁着外星人不注意一枪将他打爆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 但一切的根源都在月球 很快二人便接到探索月球的任务 希望他们在那里寻找到答案 不久后杰森与乔治便来到了月球 留下哈德为二人指引方向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外星人在远处正偷偷地监视着 趁着他们离开 直接吸干灯月舱的电能 毫不知情的二人还在寻找着 直到爬过一座山坡后 他们看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画面 宇航员在月球发现一座神秘建筑 刚要上前查看 却发现满地的人类海骨 意识到这里可能会有危险 于是拿起准备好的太空枪 走进这座外星人营地 穿过一条破败的走廊 他们发现石墙上有个手掌印 杰森下意识地把手放了上去 随着石门的缓缓上升 整个密室瞬间亮起 同时一股浓雾喷了出来 这时才看清中间摆放着一个休眠舱 扶去表面的灰尘 看到里面居然躺着一个女人 正当二人猜测她的来历时 休眠舱突然自主启动 女人竟然活了过来 见状杰森赶紧帮助挪开盖子 搀扶着女人走出休眠舱 结果女人突然抢走短枪对准了他们 杰森与乔治赶紧摘下头盔 证明自己也是人类 这才让女人安静下来 可她根本听不懂地球的语言 只能在其发音中猜测她叫梅拉 清醒过来的梅拉看到一旁的湿海 顿时心中思绪万千 这时轨道上的哈德发现登月舱出现问题 杰森二人决定即刻返回 看向一旁的梅拉 跑在休眠舱下面有一套太空服 结果三人刚要离开 突然出现一只外星生物袭击了他们 杰森与乔治及时射击 瞬间打碎了她的外壳 这时梅拉认出了这种生物 原来在14000年前 他们便袭击了地球 好在当时人类科技发达 成功将它们阻拦在月球 基地外面遍布的人类还更能证明 那次战役的惨烈程度 经过上万年间的储备积累 他们定是要重启殖民地球计划 果然当他们回到营地 发现登月舱早已消失不见 赶紧顺着痕迹一路追寻 很快他们便发现了那艘外星飞船 突然整个大地开始震动 外星人启动了飞船引擎 原来外星人长期偷取太空设施 目的就是要修理那艘破旧的飞船 这时从地下钻出数个外星人 反应迅速的杰森很快避开 可躲闪不及的乔治还是被外星人一把抓住 愤怒的杰森抓过一旁的短枪 成功将外星人消灭 可乔治还是伤势过重领和合范 此时轨道上的哈德也被外星人命中 失去控制坠向了月球 如今探月计划只剩下杰森 当然还有一位14000岁的梅拉 二人只好返回到月球车 搭建临时的帐篷等待救援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声音 发现正是死去的乔治 梅拉赶紧抬枪射击 原来他们把乔治改造成半人半机械的怪物 正当杰森对此感到愤怒时 背后突然出现两只外星人 直接把他们抓回了飞船 两名人类被外星人绑回飞船 这时舱门突然打开 一个外星人跳了进来 接着启动手上的电锯 抓起梅拉的衣服便滑了下去 看样子是要将他们改造成半人半机械的怪物 危机时刻 杰森从束缚中挣脱 抓起地上的铁棍 疯狂地朝着外星人砸去 直到对方火花四起这才停下 接着解救受到惊吓的梅拉 二人穿上宇航服准备寻找出口 顺着管道一路向上爬去 直到失去重力 这才带着梅拉朝着飞船深处移动 此时发现飞船正在向着地球靠近 正当杰森感到好奇时 突然在脚下发现震惊的一幕 命令麻麻的外星人排列在飞船两侧 如果让他们落在地球后果不堪设想 当下立刻把消息通知宇航局 得到消息的科学家随即发射一艘太空船 结果在半路遭到外星人干扰 导致攻击设备无法启动 危机时刻杰森想到办法 控制着身体飞向人类的登月舱 撕下表面的防护膊 打开内置的操作面板 启动了里面的自毁程序 做完一切刚要离开 结果还是被苏醒的外星人发现 弹出机械爪刚要阻止 杰森件状立即抬枪射击 消灭外星人的同时 产生了作用力直接把他推出了太空船 好在太空船也发现了他们 接着外星人的舰船发生爆炸 杰森与梅拉也成功返回了地球 经过这次的死里逃生 二人感情也逐渐升温 梅拉也在认真学习人类的语言 至此地球的危机也算解除 然而人类不知道的是 在一处废墟中 一只外星生物正在慢慢地苏醒 本片上映于1989年 制作上虽略显粗糙 但创意放到今天也仍不过时 抛开漏洞百出的剧情 影片是否能让你回忆起当初看到它的夜晚 感谢观看